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龚俊,我只是一个小演员。 如今娱乐圈,因一部剧而名声大噪的演员一人屡见不鲜。 如果盘点当下势头正盛的小鲜肉,那么一定绕不开这个名字,龚俊。 十八线演员是龚俊自我调侃的称谓,其实在此剧大火之前。 龚俊在娱乐圈的确是小透明一般的存在。 1992年龚俊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,毕业于东华大学表演戏。 2015年出演古装网络剧《刀剑缭乱》而进入娱乐圈,该剧播出后效果平平。 2017年,龚俊出演了刘诗诗、陈伟霆主演的古装奇幻爱情剧《最玲珑》。 饰演剧中《黄紫园彻一角》,该剧播出后龚俊圈了第一波粉。 而后,出演爵士《千金丛林大作战》至《我们甜甜小美满》等剧,都效果一般,不理想。 一直到2021年,龚俊终于等来了古装武侠剧《山河令》,饰演该剧男主温客航。 龚俊饰演的鬼谷谷主温润如玉,玉树临风,同时内心深沉,重情重义。 该剧播出后收视率与口悲霜丰收,龚俊更是一夜爆红。 他更是将自己的团队命名为18线艺人团队,火了之后上快乐大本营说话不超过5句。 当被主持人夸赞颜值高的时候,没有太大的反应,只是附和着哈哈大笑。 龚俊成名后,仍保持谦逊、感恩、低调、积极向上的作风,在浮躁的娱乐圈的确是一股清流。